这个男人叫做阿呆 是一位帅气的电影明星 此刻他正在夜店玩耍 这位一群美女将他围得水泄不同 作为当红的流量明星 每次玩到信头 总是要带上两个美女回家过夜 而助理则负责他的选妃工作 阿呆非常专一 只喜欢前途后翘的那一种 于是助理给他找了两名年轻女子回家过夜 约会刚开始进行得很愉快 可不到一会儿就出了意外 一个小时后 警方接到了报案 因为小金的女伴满身鲜血躺在了床上 他的喉咙被划开 老金根据血液流通的情况推测 他早在割喉前就已经死了 阿呆告诉警方 他中途去了洗手间一个小时 回来后就发现小金在流血 而另一位名为谭雅的姑娘已经不知所踪 阿呆坚称自己当时非常的害怕 并没有碰过尸体 不过被割喉的小金临终前告诉他 杀害自己的是另一位姑娘谭雅 老金让阿呆伸出双手 他自称没有碰过死者 可他的指甲里却满是鲜血 就这样 阿呆被当作谋杀小金的遗凶带走 即便是如此 门外的记者依然相信阿呆是无辜的 因为颜值既是正义 小金的尸体很快被拉走 莎拉负责为现场拍照 这时候 身为救护人员的杰克 却主动向莎拉认错 原来杰克刚才不小心 移动了死者掉在床上的内衣 莎拉听罢 便将内衣移到原位置 重新拍了几张照片 这种小插曲经常会碰到 一般不会影响到调查结果 如果阿呆是凶手 那么他在作案后 一定会清洗身上的血迹 于是C姐来到了酒店的杂物室 水池里满满都是新鲜的血迹 见证客的副业就是拆迁 C姐拆开了血管 里面有一些干涸的 已经被稀释过的血迹 地上还有一枚新鲜的脚印 另一边 尼克正在检查 昨晚阿呆碰过的堵桌 昨晚阿呆玩了很久的骰子 尼克成功在阿呆玩过的骰子上 提取到了微量的血迹 尼克很高兴 当即包起了骰子 匆匆结束了工作 画面转到大黑 他带着阿呆手上的血迹证物 匆匆忙忙往警局赶去 却不想此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前方居然发生了车祸 一名女子满身是血 作为见证人员 没有理由见死不救 她只能暂时放下了工作 先将女人送到了医院 搜集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老法医那边也给出了验尸结果 小金的伤口显示 胸器有着尖锐的 仅测而又不对称的曲线 而房间内最唾手可得的凶器 便是开红酒的拔腮钻 老法医说拔腮钻切断了 小金猴头的神经和动脉 造成小金失血过多而死 然而猴头神经受损 会瞬间导致喉咙麻痹 也就是说当时小金即便还没死 也不能开口说话了 可是先前的问话中 阿呆却声称小金临死前告诉自己 伤害她的是另一名失踪的姑娘谭雅 这证明阿呆在撒谎 种种证据显示 阿呆就是杀死小金的凶手 并且失踪的坦雅 很可能也已经遇害 CG根据痕迹推测 当时阿呆杀死了小金 随后又在杂物间里清洗掉了血迹 因此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 和稀释过的大量血迹 小黑眼拿到了检测报告 却让阿呆手上的血迹 正是来自于小金 这些证据已经足够将阿呆定罪 没有任何反转的可能性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无法脱嘴 阿呆高兴聘请了臭名招出的律师玛丽 律师在媒体上宣称 失踪的坦雅才是杀人凶手 并且还控诉 见证科手中的证物已经全部遭到了污染 这些证据都无法将阿呆定罪 这个律师很不一般 他向检察院申请了提前开审 正预示着见证科 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搜集新的证物 倘若这些证据有因丝差错 那么法官就会驳回阿呆的案子 让他继续逍遥法外 对方来势汹汹 势单力薄的见证科只能硬着 好在技术小哥带来消息 他检测了夜店的骰子 确认上面的血迹来自于小金 阿呆习惯对着骰子吹气 也就是说 阿呆的嘴里居然有小金的血迹 尼克猜测阿呆不爱干净 他杀死小金后 顺手擦拭了嘴角的鲜血 就这么阴差阳错 将血迹带到了嘴里 老基和莎拉检测了凶暗现场的床单 床单的一角留下了一块圆形的 带着图案的血迹 这些血迹中 有一小块喷溅血迹 显得格格不入 老基推测 这块喷溅血迹属于失踪的坦雅 他当时一定是遭到了殴打 一位老人打断了他们的工作 原来阿呆的律师申请了监督权力 并高薪聘请了见证专家 监督见证科的工作 而这位专家便是老基的导师 作为曾经的见证人员 自然熟悉见证的每一部规范程序 他在沙拉的报告中读到 他曾移动了死者的内衣 倒是有理由怀疑 这个步骤使得证据遭到了污染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见证科工作这么多年 不符合规范也是常有的事情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对方律师因为无法推翻证据 竟从证据的规范程序入手 紧接着 尼克又找出了酒店案发当晚的监控 当时阿呆在作案后 趁在楼下玩骰子 而他的助理则悄无声息 从阿呆的房间里 拖出了一个高尔夫球杆盒 然而他的球杆明明都在背包里 空置的箱子 完全可以容纳一具尸体 凯拉老吉的猜想没有错 失踪的坦雅早就已经遇害 是助理帮忙运走了坦雅的尸体 导师全程观看了录像 他主动将助理送到了警局 还顺带带来了监控里的箱子 可助理却坚称 他只是去机场送高尔夫求居罢了 老吉打开了箱子 里面一股化学试剂的味道 很显然 箱子已经被清理过 他们往箱子里喷上了发光试剂 里面没有检测到任何血迹的反应 老吉的导师熟知见证的每一个步骤 他早就指导助理 将箱子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老吉不明白 曾经崇拜的导师 为何帮助凶手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更要命的是 因为他的社会地位 陪审团更愿意相信德高望重的导师 而不是受过污染的证据 Sorry 有钱就是能够为所欲为 别怪导师不是人 实在是美金太迷人 技术小哥化验了床单上的血迹 上面少量的喷溅血迹属于失踪的坦雅 可奇怪的是 血液中的染色体却是XY 也就是说 坦雅居然是个男人 就在此时 尼克带来消息 他们根据助理七师的路线 找到了坦雅的尸体 失踪的坦雅 被埋在了高尔夫球场 他的脸肿得像个猪头 很明显生前遭到了殴打 并且坦雅是个男人 还是个身材非常棒的女装大佬 老吉推测 当时阿呆带着坦雅和小金 正准备一起快活 哪知道坦雅的尺寸比他还大 阿呆怒上心头 便狠狠殴打了坦雅 直至将坦雅活活打死 还顺便杀死了拉架的小金灭口 一旁的导师有些失落 原来老吉的听力有问题 他很快就要变成龙子 导师本想借着他的生理缺陷 推翻所有证据的可能性 毕竟一个龙子收集的证据 没有公信力 却没有想到老吉早就猜到了导师的心思 整个搜证工作 老吉都没有参与 他只负责在一旁旁观罢了 导师很卑鄙 可老吉更聪明 他绝对不会让导师 抓住自己的把柄大做文章 老吉盯着床单上的那块圆形的血迹发呆 因为见证科找遍了酒店 都没有找到与这块血迹符合的东西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 即便是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大家还是被对方的律师揍得溃不成军 尼克因为搜集骰子时忘了贴标签 导致带有血迹的骰子被作废 但黑因为送证物回去时帮助了车祸女子 离开了证物五分钟 到扎单手上的血迹样本被推翻 对方律师的理由是 谁能保证你离开的五分钟内 证据样本没有被人动过手脚 对方是如此强势 总是能够直击要害 组员们一个接一个扮下证来 C姐曾经是个脱衣舞娘 律师更是直言 C姐能够为了温饱脱光衣服 这种人的搜证结果怎么能够让人幸福 事实真相如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陪审团更加愿意相信对方律师的言论 再这样下去 怕是法官很快就要推翻他们手里的所有证据 很快就要轮到老金上庭 他不慌不乱 而是带着组员们翻起了娱乐杂志 原来待不久前在沙滩度假 恰好被狗仔拍到了全身照 老金拿着放大镜仔细打量了一会儿 当其兴奋地表示 他找到了能够将阿呆定罪的关键证据 法庭上 老金展示了沾满血迹的床单 他放大了那块小小的 带着图案的血迹 原来这块血迹是阿呆行凶使留下的 很快轮到强势的律师出场 卑鄙的导师在他的耳边小声嗶嗶道 他知道老金双耳即将失聪 故意想让他在法庭上出镜洋相 果不其然 律师故意说话得很小声 老金只能一遍遍让他重复问话 傻了吧 老子会读唇语 原来阿呆身为电影明星 在不久前的一场动作戏中 不小心磕伤了膝盖 老金出示了阿呆的拍摄记录 他膝盖上的伤来自一块踏板 警方通过合法手段拿到了这块踏板 经过比对 正是那块踏板 膝盖上的伤 以及床单上的图案血迹 三者完全吻合 听审结束 老金的表现震惊了全场 阿呆最终被关进了监狱 不得保释 机关算尽终成空 曲终人散皆是猛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一个简简单单的案子 却因为有钱任性的电影明星 请他翘受如广的律师 使得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化 为了拉老金下水 还不惜重金请来了他的导师 任何人被放置在显微镜下 都是不完美的 还好结尾的逆转给力 这集故事的灵感 来自于1994年发生的 辛普森杀妻案 明星运动员辛普森 用刀捅死了前妻 以及一名餐馆的服务生 本来这起案子毫无悬念 可辛普森的律师 从警方的证据入手 因为取证时的重大事物 导致几个有力的证据失去效应 本案也成为美国律史上 遗罪从无的最大案件 不过这祸在2007年 再次因为抢劫入狱 2017年 辛普森开始了 监狱外的保释生活 这起案子也给警方上了一课 那就是取证时 一定要符合程序规范 切莫让律师钻了空子 还有 有钱真的能够为所欲为 另外阿代的扮演者是 著名男星 查德·麦可莫瑞 他同时也是高分电影 《恐怖落相馆》中的男主 据说当年CSI这部剧 实在是太火 以至于很多小演员和大明星 都会想尽办法 求得一个客串的位置 可见这部剧的影响力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